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有宾客说看到小山 马上带其离开殡仪馆 三 与遗体督处一事时 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能自言自语 否则后果自负 四 所有员工禁止靠近老宿舍楼 更不可以穿身蓝色的衣物出现在殡仪馆范围内 五 无无馆长指令 禁止盘点大库内无人认领的遗体 除大库守夜人外 其他人不能进入大库 六 在馆内住宿的员工 请每隔一段时间确认你的室友是否是本人 七 遗体接送部的员工 记得用手机拍照记录自己的工作内容 八 午夜十二点后 不能去公共厕所照镜子 九 体制特殊的员工 不能单独留在静身室 有人见过这个守则没有 除了第一条 是不是其他的条款看起来特别吓人 其实这只是网上传播的噱头而已 没有哪家庇仪馆会用这种注意事项做制度 毕竟现在所处的时代不一样 所以规章制度跟一些企事业单位差不多 什么不得迟到早退 不得无辜矿工 什么尊重逝者及其家属 保持专业礼仪和言行句子 什么保护逝者隐私和尊严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维护避仪馆设施和器具的清洁和安全 都是这种的 看起来跟其他的单位没什么区别 但话说回来 你要说避仪馆这种地方 真的就是规规矩矩 什么特别的情况都没有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给大家讲讲我大旧在第一馆当保安卫新年 经历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大旧是退伍军人 长得人高马大 典型的山东人块头 刚退伍的时候 他也曾经想过有一番作为 但因为这个人是心眼 受了不少骗 到了三十七八岁 终于承认自己天赋平平的事实 加上孩子也大了 最后只好接受我老爷的建议 服从安排 到避仪馆当一名普通的保安 这里说一句 为什么老爷要把大旧安排在这种地方 不为别的 就是工资高 其他的单位三四千的时候 避仪馆差不多能有六七千 不过保安的工资是最低的 不是大旧不想干别的 而是老爷不想让他干 这里说一句 避仪馆的工作也并非那么可怕 也有很多种职位 大部分岗位并不会让人觉得害怕 因为这些岗位根本接触不到尸体 能接触到尸体的只有三个岗位 第一个首先是避仪馆的尸体搬运工 这个岗位一般都是由民政局对外招聘 或者由避仪馆直接招聘 但这个工作并不属于编制内 而是合同工 不过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 比编制内的员工福利待遇只是少了那么一丢丢 不过要求严格一些 胆子大是一个要求 光胆子大还不行 心还得细 因为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意外发生 一定要小心加小心 防止出错 第二种是避仪馆的一体美容师 专门为尸体进行美容的 这份工作对应聘者的心理素质和专业度要求都比较高 所以待遇也比较高 甚至比编制内的还要高一些 话说回来 谁让人家做的是专业工种呢 是不是 第三个就是火花工 以前有老师锅炉的时候 一般由锅炉员担任 现在都是用专业的焚烧炉了 所以更加专业一些 在这些职位之中 老爷觉得能接触尸体的都不是什么好工作 就算工资高一点 那也不行 最后结合大舅的特质 算了 也别干别的了 就当个保安吧 挺好 虽然当了保安 但这里也是避仪馆啊 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以为就随随便便坐在港厅里 一动不动跟个王八四的 不可能 不过总结下来 保安的工作主要是三项 第一项是正常的安保 这个解释起来非常简单 保证正常的秩序属于活人范畴 比如悼念的时候秩序的维持 家属情绪激动适当的安抚 如有争执 甚至打架斗殴 及时制止等等 第二个就是指路 这种情况很多 毕竟不是谁没事经常光顾这种地方 要去道别室 或者火化等待室 厕所之类的 找不着地方的 帮忙指个路 这个也属于活人范畴 不过不是一定的 第三个就是寻博 寻博的话基本上就是指夜班寻博 白天一般不需要 这个就完全属于私人范畴了 当然 还有第四种情况 那个部门需要帮个忙 抬个人 帮忙烧个尸体 铲个骨灰 也是常有的事 这里要说的第一个故事 是借货 我大救这个人 是个大烟枪 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抽烟 转业之后烟量不减 一天最少一盒 后来开始做生意 压力大 一天得两盒 到了殡仪馆工作之后 虽然压力没那么大 但烟并没有减少 特别是夜班的时候 虽然还有一个 但那是个老保安 还不喜欢说话 上着夜班就开始打盾 非常没意思 那会儿又没有智能手机 死盯着监控也无聊 特定的时间还得去寻博 怎么办 就抽烟呗 对于寻博这个事 一开始大救还是挺隔应的 但时间久了 他就明白 在这里工作 首先要树立的信念 就是尊重生命 尊重逝者 见得多了 大就觉得 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存在 可能当下这一刻好好的 下一刻很有可能人就没了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第一管这个地方 是所有人的人生最后一战 也是必达的一战 什么人都得来 高官辅伤 流氓乞丐 无人认领的无名师 而且各式各样死法都有 凶杀 自杀 意外 每个死者后面都是一个故事 还有穷人富人当权者的葬礼 真的会让人看明白很多东西 另外就是一些普通人的身后事 老人还没火化 子女就在外面争遗产 所以看得多了 大就更是对逝者更是一种怜悯 也就觉得没有那么怕了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也是晚上 大就正在巡逻 一辆灵车进了门 灵车进门之后 大就一问 才知道是车祸去世的 车祸去世的人不可能马上火化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 双方家属要达成意见快的话 很快就能结束 下一步就是火化 要是短期不能达成协议 且等着呢 要是打官子 交警和法医都得来检查 麻烦得很 所以灵车到了之后 只能先把尸体放置到太平间进行冷藏 等到双方家属达成一致 才能进行接下来的事项 尸体搬运工把人搬出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果实待理了 所以看不清模样 但运到冷藏室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太重了 还是手滑 尸体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这个场面就大就看到了 所以搬尸宫出来 扔给大就一盒烟 意思很明显 这个事就别往外说了 大就这个人也好说话 也觉得这个不叫事 结果烟 什么都没说 事情就这么过了 那时候已经到了深秋 北方的天气有些冷 大就和老吴都不想巡逻 但不巡逻不行 一晚上最少三回 主要检查的地方有几处 必须走到才行 老吴今年五十多 身体还不太好 所以到凌晨两点的那个班 大就就让他在值班室待着 他拎根井棍 点上一根烟 溜溜达达地走了出去 殡仪馆其实并不大 绕一圈也就是十五六分钟 但是里面的几个地方 特别是冷藏室和焚化炉都走一遍的话 也得二十多分钟 就在大就巡逻一圈 马上回到值班室的时候 忽然从殡仪馆大门里面跑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四十多岁的样子 有点胖 身上穿着一身挺讲究的西装 不过那身西装 怎么看 怎么觉得别扭 具体怎么别扭 大就也说不出来 那个人一溜小跑 跑到了大就跟前 客客气气地说道 兄弟 借根烟 来得着急 没带 大就是个烟鬼 知道烟瘾犯的是什么感觉 听见那人咬烟 也没客气 掏出一根扔给他 那人叼在嘴里 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 没火 大就掏出打火机 凑近他 啪哒一声 给他点着了 不过在点烟的时候 大就从那个人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他也没在意 想着可能是送人过来的 点着烟之后 随口就问了这句话 送人过来的 那个人啊了一声 深深吸了一口之后 似乎特别享受 一边眯着烟 一边缓缓地吐出烟雾 吐完之后 还不忘夸赞一句 你这烟不错呀 大就笑笑 说道 不是好烟 凑合抽 其实这还真是大就谦虚 这两年他抽的烟都是 从老爷那顺的 老爷离休之后 房间里 尽是别人送的好烟 老爷抽烟不勤 所以没事的时候 大就就去顺 烟都不便宜 没有地狱三十的 要不然 那个人怎么说烟好呢 一根烟每每抽完 那人客客气气地跟大就摆摆手 谢谢啊 得赶紧走了 说着话 一溜小跑进碧仪馆去了 大就一根烟抽完 也回了大门处的值班室 回到值班室 他还把这个事给老吴讲了 说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送人来 老吴迷迷糊糊地 啊了一声 说道 谁呀 大就看他这样 也不想跟他说话 就闭了嘴 大就当时也没在意 但这仅仅是开始 到了第二天夜里 还是两点多 就在他走完一圈 快回到值班室的时候 那个小胖子又跑了过来 冲他摆摆手 哎 兄弟 借根烟 大就看到又是他 有些奇怪 不过依旧没有怀疑 扔了一根烟给他 怎么 事还没完 说着话 那个人又是一针不好意思 产笑着说 没火 大就给他点上火之后 那个人每每吸了一口 才说 还得好几天的 大就有点奇怪 问他 什么事啊 这么久 那人嗨了一声 边喷烟雾边说 嗨 车祸 听他口音 大就问道 不是本地人啊 那个小胖子昂了一声 北京的 经过归宝地 几句话说完 小胖子一根烟也抽完了 扭头一颠一颠的 又跑回了殡仪馆 回到值班室 大就自言自语道 这北京的 怎么还送这里来了 老吴依旧是迷迷糊糊的 似乎根本不知道 大就说的什么 接下来的三四天依旧是 每次大就巡逻完 那个小胖子总会颠颠地跑进来 找大就借烟借火 最后一天的时候 大就有点不耐烦 直接扔给他一盒烟 顺便把打火机也扔给他了 那个人怪不好意思的 大就穷大方 一盒烟 多大点事 那个人冲他翘了翘大拇指 说道 兄弟仗义呀 等我回北京了 我让人给你烧一条 在壁仪馆这个地方 一般是不说烧的 不及礼 所以大就听了他的话 说道 别给我烧了 真有心的话 记一条就成 那个小胖子笑眯眯的 行 记一条 说着话 撅着小屁股 颠颠地跑回去了 接连三四天看见小胖子 大就这时候也琢磨出不对了 问老巫说 怎么老能看见他 老巫这回不迷糊了 揉着眼睛说道 那人一直在冷藏室待着呢 大就一听 冷藏室 他疑惑地问道 待那儿干嘛呀 多冷啊 老巫笑了一声 不待那儿 他没地方待 人老巫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大就愣是没听出来 话里有话 结果到了第五天 火化炉那里找人帮忙 就把大就喊了过去 大就过去一问 才知道新来的小李干不下去 觉得太吓人 跑了 这个小李也是转业 大就还挺喜欢他 小李刚过来的时候 大就还鼓励他 一定要发扬 以不怕苦而不怕累的精神 好好把烧尸体的工作干下去 当时小李说得好好的 怎么这才几天不干了呢 但是焚化炉的孙师傅一讲 大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确实是吓的 那时候 大就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不是纯的电烧炉 焚烧尸体之前 要先在上面淋上一层油 然后再推进炉子 炉子一面是刚化玻璃的 能看清里面尸体的样子 老师傅一般不看 没是谁看这个 可小李第一次来 没忍住 结果看了一眼就受不了了 就在那天早上 小李到了之后 正好有具尸体要火化 他赶到的时候 管理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带家属填写火化登记表 填满表 就是一整套的火化流程 小李待在一旁 默默地学习着 一切手续都办完 就剩最后一个流程了 火化 老孙招呼了小李一声 一会就要进火化车间了 你收拾下东西跟我一起 我教你怎么操作 进了车间 小李发现 这火化车间还挺干净 不像外面传的那样阴森恐怖 随后 在老孙的帮助下 两人一起推着担架 把尸体放入了焚化炉 火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都得有工作人员全程守着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可就不好了 具体说什么意外 不可能正烧着 人在里面喊救命 不过这个事情不好说 据大就说还真有这个事 不过咱们留着以后讲 尸体推进去之后 随着温度的升高 小李的心也跟着紧绷着 虽说他并不怕这类事情 但想到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将要在自己眼前被焚烧殆尽还是挺震撼的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炉内那个人的皮肤也跟着紧紧收缩 就像是餐桌上的烤鸭一样 过了没一会儿 尸体忽然开始发胀 紧绷的皮肤开始扩张 就像气球被吹了起来 整个人越来越大 紧接着 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那个膨胀了的尸体 皮肤忽然爆开 然后砰的一声露出了皮肤下面的表皮组织和肌肉 而随着高温的炙烤 尸体两腿微微张开 并且一点点往上拱了起来 上半身也慢慢痒了起来 没一会儿 本来躺着的上半身 竟然张着双臂缓缓坐了起来 坐起来之后 那人的脸皮啪的一声爆开 眼睛瞬间睁得老大 那面目无比的猙獰 就在这时候 那尸体嘴巴忽然大张 一声清晰的呼喊从炉子里穿了出来 随着这一声呼喊 那尸体身子往前一拱 两只手直直地撞到了钢化玻璃上 身子也震动了一下 好像跳起来一样 见到这一幕 小李早已吓得一身冷汗 连连往后退去 接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旁边的老孙则不慌不忙地把他扶起来 随后说道 吓到了吧 这都是正常现象的 在高温的炙烤下 肌肉和筋会慢慢收缩 收缩到一定程度之后 人就会坐起来一样 就像刚才你看到的一样 接着 老孙又给他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炉子里会发出声音 因为人的体内是有一定的空气含量的 特别是肺部 在高温的环境下 体内的空气由于热胀冷缩会迅速膨胀 之后会从体内经由口腔或者肛部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 气流带动声带 就会发出呼喊的声音 解释完了之后 小李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到了中午还是不愿意再来 大舅听了也觉得惋惜 毕竟这碗饭并不是谁都能吃的 老孙找大舅帮忙的原因很简单 正好下午 有个好几个要火化 他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就在大舅帮老孙忙的时候 焚烧的第一具尸体就把他吓住了 因为这具尸体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每天晚上找他要咽小胖子 就算这家伙躺着 大舅还是一眼把他认了出来 看到大舅的表情 老孙还以为他也怕了 但大舅给老孙解释道 这家伙找我要了好几回咽了 老孙一听 啥 耀眼 啥时候的事 大舅说道 昨天晚上刚要过 还有前天 大前天 听大舅这么一说 老孙脸都白了 连忙冲大舅白手 别瞎说 这个人都在冷库里躺了五天了 大舅是个直肠子 正好在搬运的时候 一盒烟从小胖子口袋里掉了出来 大舅指着烟说 那这就是我给他的 还给了他一个打火机呢 黄鹤楼的 一句话刚说完 那个黄鹤楼的打火机 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掉了出来 这一下老孙的脸更白了 好不容易把小胖子塞进焚化炉 老孙给大舅交代 这件事谁都别说呀 老孙这句话刚说完 焚化炉里烹的一声巨响 把俩人都吓了一跳 大舅一下想到了那个打火机 连说是打火机 是打火机 小胖子焚化完 大舅也觉得诡异得很 不过没过多久 他收到一条软中华 还有一封信 那封信上说 我们家老范最近来给我托梦 说牵了你一条烟 非让我寄给你 并且特别交代 绝对不能亲手送给我 一定要记 下面没有署名 那条烟拿在手里 大舅觉得意外之外 还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第一个故事 也没那么吓人 第二个故事 咱们讲一个女尸的故事 这个女尸送到殡仪馆之后 每天晚上都会出现 一边走一边哭 因为一个小伙子的出现 这个故事变得特别吓人 第二个故事 是一个女尸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我大舅还没到殡仪馆工作 她是听话装师小刘讲的 小刘在学校理学的专业 就是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具体的内容我说不出来 但是学的所有东西 都和死人有关系 从学校里出来 就到了殡仪馆实习 最先去的是遗体接运部门 那段时间 各种各样的尸体 她都接触过 泡水的 车祸的 跳楼的 刑事案件 还有那种浑身是蛆虫 只剩下骨架的 该见的不该见的 她全都见过 没多久之后 她又转了岗 成了一个正式的遗体美容师 在她的想象中 遗体美容可能就是缝合尸体 给尸体化个妆 偶尔就像电视上那样 在太平间半夜值个班 工作比较轻松 也没那么多事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上班第一天 她就被师父招呼着去抬尸体 她抬的第一个尸体 是一个酒后驾车 冲入河里淹死的中年男人 男人倒是不胖 但是其重 她和师父 还有另外两个尸体搬运工 一块抬进来的 不过一百多斤的尸体 感觉像是抬了个石像 遗体静冷藏柜之后 师父特别认真地叮嘱小刘 进库和出库 一定要认清遗体名牌 核实遗体身份 要是把张三遗体 错送李四 属于重大事故 小刘对于第一具尸体 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刻 是因为在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按照师父的说法 这样的遗体是容易上装的 清洗干净打上粉底 修饰干净就可以送到告别厅 当然 也会有遗体因为死后 眼皮疏缩 眼睛睁开和嘴巴张开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用热敷按摩 让眼睛嘴巴闭上 实在闭不上的 就得用特制的软化剂 不过一般情况来说 软化剂使用率不高 不过就在第二天 小刘跟着师父整理那具尸体的时候 真的就发生了像师父说的那个情况 正在涂粉底的时候 那个尸体忽然睁开了眼睛 当时就把小刘下得够呛 好在师父比较有经验 对眼睛进行热敷之后 眼睛缓缓地闭上了 不过没过一会儿 眼睛又睁开了 师父又进行了热敷 眼睛这时候再次闭上 不过没过多久 眼睛再次睁开 就在师父想要使用软化剂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原本放在身体两侧的双手 这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了肚皮上 师父看到这里 忽然跟小刘说 暂时不要做了 让人把家属叫进来 小刘不明所以 赶紧让人把家属叫了进来 家属进来之后 师父嘱咐家属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超出你们的认知 不过不用害怕 这都是正常现象 近来的家属 分别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 儿子表现得有些淡漠 妻子表现得非常伤心 眼睛都哭肿了 听了师父的话 妻子有些不明所以 就问师父 是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处理吗 师父摆摆手 指着尸体说道 使他有话跟你们说 听了师父的话 那个妻子脸上的表情 变得非常奇怪 又是惊奇又是惊艺 又是不明 所以又是有些期待 这时候师父才告诉他们 说死者眼睛闭不上 不愿意走 肯定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你们想一想 把事情跟死者说一说 听了师父的话 妻子明白过来 就捡了几个重要的事情 在那里叙叙叨叨说了一遍 无非就是父母身体很好 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用担心 家里的存款也足够开支 说了很多 但是逝者的眼睛 依旧不愿意闭上 师父就让家属仔细再想想 看还有什么事情没说的 妻子忽然想起来什么 指着死者大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 日不要脸的 你赶紧死了算了 你是不是还在 想着那个狐狸精 想到这里 死者的妻子 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 骂完之后 他忽然叹了一口气 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打出去 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 妻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那个谁谁死了 她想听听你的声音 那个女人有些疑惑 谁 我不认识 死者的妻子淡淡地说道 我早就知道你们关系了 不过她说 你们很长时间都不联系了 现在她马上就要火化 但是眼睛怎么都不肯闭上 所以我想 她想在走之前 再见你一面 死者妻子这个电话 打完小刘才明白 死者外面还有个小三 放心不下 所以眼睛不肯闭上 挂了电话 死者妻子让他们再等两个小时 说那个女人正在赶来 过了两个小时 那个女人果然来了 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是小三给死者生的 小三抱着小女孩 让喊爸爸 小女孩害怕 怎么都不肯开口 不过这时候死者原本睁着的眼睛 缓缓地闭上 最后这个妆才化完 遗体火化的时候 那个妻子和小三哭得都很伤心 这是小刘接触的第一个往生者 还闹了一个这么狗血的事情 所以她的印象特别深刻 不过让她印象最深刻的 并不是这个往生者 而是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非常年轻 看样子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打扮得也非常时尚 可惜死得非常惨 身体被挤入汽车底下 脸朝下拖拽了两百多米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女孩就死了 尸体是放在运尸袋里面 运到殡仪馆的 这时候的小刘 已经成为利明出色的入殓师 搬运尸体自然不需要 不过她还有一项工作 就是检查尸体入库出库 女孩尸体被搬进冷库的时候 她是亲眼看着的 但是当运尸袋被拉开 就算见过了这么多尸体 小刘还是被吓得惨叫出声 女孩的身体保存得十分完好 只不过胸部和肩部 出现了严重的磨损 但是磨损最严重的就是脸部 整张脸都已经磨平了 成了血肉模糊的一个平面 那个惨状说不出的诡异 小刘看了之后 接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这里说一句 其实难处理的是车祸后的遗体 因为很多地方的肉都没了 需要用材料填充 而这种没有脸的更加难以处理 需要把整张脸都用填充材料填上 然后整体做一个塑形 这种就属于技术难度极高 虽然可以帮助做脸 但是殡仪馆这边 会跟家属要求一个价格 但是让小刘没想到的是 姑娘被拉到殡仪馆之后 藏在了冷柜里 一桩就是两个月 这段时间 虽然公安那边定了责 司机也认罪认罚 但是因为死者的家属 一直都没有出现 所以也没办法执行 不过就在这两个月里 殡仪馆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这个诡异的事情就是 一到午夜十二点 冷藏室里就会出现哭声 那个声音哭得特别凄惨 而且很多人都听到了 不光有夜班保安 甚至连加班的搬运工 入炼师和火化工都听到过 其实像这种事在殡仪馆并不奇怪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一件 但是这一件尤其显得诡异 一开始 这个声音只是在冷库里哭 过了半个多月 这个声音出了冷库 虽然出了冷库 但是没有人见过这个哭泣的女人 诡异的事情见多了 并不是说大家不害怕 大家依旧害怕 但是对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哭的是谁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 当时的保安还不是大舅 是老蒋 老蒋原本是机械厂的保安 后来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 调到了殡仪馆 老蒋的胆子并不大 但是因为工资高 所以他在殡仪馆干得还挺惬意 只是他刚进来不到两个月 就遇见了这件诡异的事情 老蒋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小刘正在加班 当时的那位也是一个中年男人 也是遭遇了车祸 肢体倒是完整的 但是脖子断了半截 鼻子和右边的脸颊肉全没了 下嘴唇上嘴唇也没了 只剩下一点皱巴巴的皮 眼珠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脸给搓得坑坑洼洼的 这种遗体就得进行填充修复 用材料填充脸颊 捏鼻子 缝嘴唇 脖子也得清理好 最后缝上去 像这种工作量非常大 依靠一个人挺难完成的 所以当时是小刘和师父一起家的班 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完成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往生者的亲生父亲 嫌小刘把死者的鼻子给捏高了 不像他儿子 说他儿子就这么下去 地下的祖宗认不出来 这把小刘给气的 但是没有办法 遇到这种人 你就得恭敬地对待着 其实不光小刘生气 师父也气得够呛 到了最后师父不想干了 往生者的父亲看师父那个态度 跟师父争吵起来 到最后还是售卖骨灰盒的经理 过来劝了家 好说歹说 最后小刘和师父只能妥协 鼻子重新做 眼球重新用流离的 脖子的位置也重新调整 要是不同意的话 所有的费用必须免费 甭管是兽医还是骨灰盒 不得已 小刘和师父只能妥协 这才加班到了一点多 眼看这边就要完成了 外面却忽然响起了老蒋的惨叫声 按照小刘的说法 他这辈子都没有听人叫得这么惨过 听到这么凄惨的叫声 他跟师父丢下手里的活 赶紧跑了出去 出了门 才发现保安老蒋正浑身贪软地 坐在一个花坛边 身体不住地哆嗦 这边的小刘跟师父刚跑到老蒋身边 那边老吴也跑了过来 三个人蹲下之后 才发现老蒋尿了裤子 这个晦气呀 三个人把老蒋扶起来 扶到保安室 让他喝了口热水 问了好几遍 老蒋结结巴巴地也说不清楚 到最后总结在一起 才知道老蒋刚才在巡逻的时候 碰见了一个穿花裙子的女孩子 老蒋虽然胆子不大 但是看到女孩子 并没有把事情往那方面去想 那个女孩子身上穿的花裙子很漂亮 从后面看身材也非常好 该大的地方大 该细的地方细 女孩子的身体微微供着 一只手在花坛里扒拉着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老蒋在那里欣赏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才问 你是干嘛的 在找什么呢 女孩没有回头 而是说了一句 我的脸丢了 我在找脸 老蒋没听清楚 问道 你在找什么 女孩子依旧没有回头 继续俯着身子 在花园里扒拉来扒拉去 看到女孩子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老蒋有点生气 大声说道 你这个小姑娘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这时候女孩突然回头 慢慢靠近老蒋说道 我在找脸呢 我的脸没了 女孩子一回头 老蒋下意识地看向她 这才发现 女孩整张脸都是平的 一片血肉模糊 既没有眼睛 也没有鼻子 嘴巴所在的地方也没了 只剩下一个黑洞 女孩子说话的时候 那个黑洞一张一合 那个舌头就像 就像泥丘一样 看到女孩子的样子 老蒋一声惨叫 坐到外地 听到老蒋的描述 小刘特别留心地问了一句 是哪种花裙子 老蒋说道 是那种碎花的红裙子 老蒋这么一说 小刘脑子翁的一下 一下就想到 待在冷库里一个多月 没有认领的那句女诗 她看向师傅 师傅冲她摇摇头 让她什么都不要说 到了第二天 老蒋就辞了职 说什么都不来了 不过从那天开始 殡仪馆就出了一个新规定 十一点之后 所有人都不得加班 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在园区逗留 当然 这里面并不包括保安 不过特别进行了说明 保安在夜班执勤期间 也不需要巡捕 只需要待在保安室即可 究竟这个规定的原因是什么 小刘自然明白 师傅也明白 但是这种事情只能自己知道 并不能往外说 这个规定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最后当这句女诗出现了认领者的时候 规定才终于解除 认领女诗的是一个同样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小伙子很帅 一拟八戟的个头 面容清秀 详细询问之后才知道 小伙子和女孩是异地恋 小伙子大学毕业之后 就留在了这座城市工作 女孩子是在家乡 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两个人年纪相仿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不过因为两个人的家境都很一般 所以小伙子的意思是 在奋斗两年再结婚 女孩子不太愿意 她想尽早结婚 并且希望小伙子能够回到家乡 两个人一起奋斗 但是小伙子的事也刚有一点起色 她不愿意回去 更不想结婚 这就起了冲突 女孩之所以从家乡跑过来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两人见面之后 各种冲突不断 每天都在吵架 这天晚上 两个人吵架之后 女孩子什么没拿 就跑了出去 谁知道 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 小伙子一直在寻找女孩 身份证 手机 行李 都在男孩那里 她甚至因此 都回了两趟老家 依旧没有女孩的消息 最后还是通过派出所 知道女孩意外的消息 到殡仪馆认领尸体的时候 男孩从始至终都非常的平静 就连看到女孩没有脸的样子 男孩都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后 女孩的父母也来了 男孩依旧很平静 任由女方父母又是打又是骂 她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没有 最后在给女孩做整容的时候 男孩发给小刘一张照片 女孩非常的漂亮 五官很精致 眼睛很大 睫毛很长 最后的整容也非常的成功 男孩看到女孩的样子 少有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温柔的神色 最后 她对小刘泄了又泄 然后就离开了 当时小刘还特别生气 对她师父说道 怎么世间有这么无情的男人 当时她师父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过了两天 尸体搬运工又搬进了一具尸体 据说是自杀 非常的年轻 小刘拉开裹尸袋 赫然发现 死的就是那个小伙子 这时候小刘才明白 小伙子之所以从头到尾都那么平静 是因为他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活着的时候 没能和你在一起 那么 死的时候 就陪在你身边吧 好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个奇怪尸体的故事 这个尸体非常的诡异 这是大舅在殡仪馆从业这么多年以来 遇到最可怕的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这具尸体没有人知道来处 我们那个地方多山 所以到了五六月份 经常会爆发山洪 这具女尸就是有一年爆发山洪 从山上冲下来的 女尸冲下来之后 就到了河边 双手紧紧抱着一个树干 怎么都不肯分开 当地的村民抱了警 警察来到之后 好不容易才把女尸跟树干分开 弄到岸边之后 女尸依旧保持着抱着树干的姿势 女尸被警察带到了公安局 法医做了检查 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特殊的情况 按道理来讲 既然没检查出来什么特殊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但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女尸被洪水从山上冲下来 结果法医并没有检查出来死因 如果是淹死的 那么肺部会有积水 口腔和鼻腔也会有泥沙出现 结果肺部也没有积水 口腔和鼻腔也没有泥沙 如果是窒息而亡 那么大脑就会出现水肿 可实际上大脑不光没出现水肿 更可怕的是 就像前一秒还是鲜活的 后一秒才刚刚死亡 如果是被勒死的 那么脖子肯定会有勒痕 事实上脖子也没有 更不用说凶杀之类的 女尸身上连一个小小的伤口都没有 皮肤特别的光滑 就像上一秒还保持着弹性 下一秒忽然死亡 就被冲了下来 没有检查出来死因 尸体又不能长时间地放在公安局 只能暂时被当作失踪人口 法医把解剖的窗口缝合起来之后 就运送到了殡仪馆 像这种基本上没什么疑问的尸体 直接被送进冷藏室 很有可能一放就是几年 但是这具女尸进了殡仪馆之后 所有的人都开始做噩梦 而且噩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这的描述是来自于我大舅 女尸被运到壁仪馆的时候 我大舅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 她对各个流程也非常的熟悉 也适应了里面的环境 面对特殊事件的发生 也能及时做出反应 同时就算死状再惨的尸体 她也都能坦然面对 但是就算具备了这么强大的内心力量 做了这个噩梦的时候 大舅还是被吓得够呛 噩梦的场景就是在殡仪馆 不过画面变成了黑白的 也就是说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 就连天空也是灰蒙蒙的 树也是灰色的 木也是灰色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的 就在这么一个灰色的世界里 大舅和平常一样 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殡仪馆上班 刚把自行车放好 她就听到从远处传了一阵飘渺的歌声 之所以说是远处 是因为她听到那个歌声特别的空旷 就像一个人在巨大空旷的空间里唱的一样 我大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 不光没文化 也没什么文艺细胞 她最喜欢看的电视剧 就是八路军打鬼子 所有的外国电影都不看 只要看到外国电影就嗤之以鼻 哦 外国啪 不看 所以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偏偏 她在梦里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 觉得这个歌声特别的优美 虽然听不懂 但是不妨碍她欣赏 听到这么优美的歌声 她就寻着声音走了过去 之前说了 殡仪馆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一个大院子 正对着大门的是举行仪式的告别大厅 大厅右边是卖骨灰盒和兽衣的地方 左边是登记处和化妆间 直走是火化室 出了大厅 再往右边是办公区 办公区的尽头是一个往下的楼梯 楼梯下面就是冷藏室 其实整个半地下都算是冷藏室的部分 不过有一部分被隔开 是用来存放物资的地方 但是大舅寻着声音 走过去的时候 进的却是告别大厅 但是那天的告别大厅 和平常不太一样 告别大厅的墙上 挂满了那种古典的字画 上面写着漂亮的毛笔字 具体写的什么字 大舅也不记得 或者说她根本就不认识 而在大厅的正中间 放了一个板床 板床上面躺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身上没穿衣服 躺得笔直 女人的四肢张开 成大字形 被固定在板床上 女人的脸朝上 脑袋从板床的一头垂了下来 头发像瀑布一样 披散在地上 随着女人嘴巴一张一合 优美的歌声 从她的嘴巴里远远地传了出来 这里并没有描述错 大舅就算是站在女儿身前 也感觉那个歌声离她特别遥远 大舅聚精会神 欣赏女人歌声的时候 才发现 那个板床的旁边 站了一个柜子手 柜子手手里拿了一把刀 那把刀一看就很封闭 特别的明亮 带着森森的冷气 柜子手的对面 站了一个身穿古代官服的男人 男人手里拿着一张纸 似乎在念着什么 念完之后 官员对柜子手说 醒醒 柜子手听了官员的话 把手里的刀高高地扬起 对着女人的脖子就砍了下去 一刀下去之后 女人的脖子立刻断成两截 脑袋瞬间垂了下去 不过这一刀 似乎并没有把脖子完全砍断 而是在后颈的位置留了一点皮 那点皮把女人的脑袋 还连接在身体上 轻轻地晃荡着 而随着脑袋的晃荡 脖墙里瞬间喷出大量黑色的血液 那血液成喷洒状 一瞬间就把大舅脚下的地面 喷洒成了一大片的褐色扇形 而随着血液的喷出 女人的身体瞬间变得煞白 而与此同时 她闻到了一股极其腥臭的血液味道 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大舅就已经很害怕了 可是她仔细一看女人 只见女人的脑袋留有一点皮肉 连接着身体 倒垂着前后晃荡 不停地哈哈大笑 随着女人的笑声 大舅能够清晰地看清楚 她惨白的牙齿 还有努力大睁黑白分明的眼睛 就这么一瞬间 大舅瞬间清醒 清醒过来之后 她才发现自己在值班室睡着了 并且吓得一身都是汗 醒来的时候 老吴正坐在旁边的板凳上 嘴里叼着一根烟 直勾勾地看着她 那是大舅第一次看到老吴没睡觉 从那天晚上之后 殡仪馆开始疯传说是有恶鬼进了里面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做了和大舅一模一样的噩梦 而且还有细心的人发现 女人平躺在板床上的时候 胸膛有一个外形的伤口 这种伤口是法医尸检的时候 开创的特殊性伤口 那段时间 殡仪馆的整个上空都被恐怖的气氛笼罩 很多人都找茬请假 偏偏那段时间特别忙 所以很多价都没有批 不过慢慢的 第一馆开始出现闹鬼的事件 首先发现闹鬼事件的是小刘 那时候小刘已经成了老员工 都开始带徒弟了 徒弟也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 不过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而是从社会渠道应聘的 小姑娘也是在运势队帮了一段时间忙 后来又调到小刘手下 跟她学习遗体美容的 那天他们处理的是一个腐烂非常严重的尸体 腐化的遗体几乎没法上妆 因为皮肤很容易就脱落了 不小心会粘在手套上 而且带着一股子恶臭 那股恶臭味会在鼻子底下缠绕好几天 幸亏小刘比较有经验 耐着性子把一些皮肤剥落下来 重新涂上填充材料 好不容易才完成了化妆 不过就在即将完成的时候 小刘的那个徒弟一声尖叫 听到徒弟的尖叫 小刘被吓了一跳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小刘徒弟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 我看到他笑了 听到徒弟这么说 小刘呵斥了他一句 别乱说话 因为在这种地方工作 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 而且心态一定要摆正 还不能封建迷信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小刘心里也打鼓 因为这几天他也做了那个噩梦 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那句女尸 他也知道事情比较诡异 但是他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只能告诉自己 这可能是长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原因 当然他也明白这是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不安慰自己怎么办 工作还得继续呀 所以今天听到徒弟这么说 小刘心里也搭起了鼓 不过一回头 他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本来尸体的脸部已经处理得非常好 结果嘴角填充的材料竟然裂开了 这种填充材料一般是不可能裂开的 除非遇到剧烈的高温 但是在这种环境里 哪有剧烈的高温呢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人为的 但是这种是谁干呢 小刘不可能干 徒弟也不可能干 难道尸体干的 想到这个可能性 小刘自己都想笑 不过下一秒 他耳中听到了一阵奇怪的笑声 然后发现那具尸体的嘴巴 裂开了一个诡异的角度 听到徒弟的尖叫 小刘被吓了一跳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小刘徒弟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 我看到他笑了 听到徒弟这么说 小刘呵斥了他一句 别乱说话 因为在这种地方工作 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 而且心态一定要摆正 还不能封建迷信 不过话 虽然这么说 小刘心里也打鼓 因为这几天 他也做了那个噩梦 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那句女尸 他也知道事情比较诡异 但是他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只能告诉自己 这可能是长时间工作压力 比较大的原因 当然 他也明白这是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不安慰自己怎么办 工作还得继续啊 所以今天听到徒弟这么说 小刘心里也搭起了鼓 不过一回头 他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本来尸体的脸部 已经处理得非常好 结果嘴角填充的材料 竟然裂开了 这种填充材料 一般是不可能裂开的 除非遇到剧烈的高温 但是在这种环境里 哪有剧烈的高温呢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人为的 但是这种是谁干呢 小刘不可能干 徒弟也不可能干 难道尸体干的 想到这个可能性 小刘自己都想笑 不过下一秒 他耳中听到了一阵奇怪的笑声 然后发现那具尸体的嘴巴 裂开了一个诡异的角度 看到尸体嘴巴裂开 徒弟不淡定了 手抖腿也抖 小刘让他把下巴给合上 结果倒好 一使劲下巴给搞歪了 这把小溜气的 只能把材料包下来 重新填补 但在接下来填补材料的时候 发现根本填补不上 皮肤一直往外渗水 尸体渗水的情况不是没有 不过出现最多的是三种 一种是溺死的 一种是得了内脏病 还有一种是巨人关 当然 巨人关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虽然有处理的技术 但一般来讲 闭馆担心病菌传播 或者过度腐化产生的问题 一般都是快速活化 当然 溺亡者当中也有巨人关的现象 特别是夏天 因为高温的原因 溺亡者基本上超过三天 就成巨人关了 这种情况下 一般也做快速处理 不过那天的那具尸体 并不是巨人关 仅仅是腐化过重 这种情况 小刘处理了不知道多少了 虽然处理困难 但并不会出现 材料填补不上的情况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当这种情况出现后 还有一种处理方法 就是打针 打完针 终于没有液体继续渗出 补充材料也顺利完成 如果事情进行到这里 也算是圆满 但那天事情实在诡异 等处理完成后 小刘带着徒弟下了班 第二天 尸体是要在道别的时候用的 结果到了该告别的时候 尸体不见了 这下乱了套 尸体找不到家属 能不闹吗 男的女的大呼小叫 有的哭有的闹 简直乱了套了 小刘跟徒弟着急 担心师父搞错 被提前焚化 结果一查 那天上午就焚化了一具尸体 还是个老人 殡仪馆被闹得鸡飞狗跳 最后尸体在冷藏室找到了 脑袋后仰 直直地站在一个冷藏柜跟前 这里脑袋后仰说的也不准确 应该说尸体的脖子被割断 只剩一层皮连着 后脑勺贴在后背上 嘴角裂开 保持着一种诡异的笑容 看到这个场景 小刘的那个徒弟差点没封了 实际对他来讲太刺激 当天就辞了职 老吴经验丰富 当时就跟小刘讲 现在先不能让家属看到 先把尸体处理好 再推去告别厅 小刘虽然工作了一年多 但这种事还是第一次见 缝脖子的时候 也不像之前那么淡定 手一直抖 好在最后处理的还算不错 事情得以顺利进展 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 领导组织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的重点 就是讨论尸体消失这件事 会议进行得很艰难 虽然秉承着 相信科学反对迷信 话题最后还是引到了那句来历不明的女尸身上 这个结果让主任很无奈 但她在这里也不是一天两天 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用常理揣测 最后得出统一结论 找个这方面知识的人来处理一下 人很快就找到了 是附近村里的一个老人 老人很瘦 瘦得就像是依附骨架 人是借来的 家里的孙子陪着 下午四点多到的 刚下车就闹着要回去 说这个事处理不了 主任本来对这个人没抱什么希望 看到老头想回去 有点将信将疑 磕磕气气地跟老人说好话 说人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 不幸再走 老人听了主任的话 连连摇头 嘴里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 孙子脸皮薄 也跟着劝 我大舅也在现场 按照他的说法 老人孙子是收了钱的 不舍得 最后老人 在孙子的搀扶下 进了冷藏室 都没有开柜 老人指着 关着女人的柜子说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搞不了 你们快烧了快烧了 说完话 无论孙子怎么拦 主任怎么说 都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 死活都要走 老人走了后 按照规定 尸体没搞明白身份 是不能擅自处理的 主任就想联系一下公安那边 温温进展 想着多放两天 也不会出什么事 结果到了晚上就出事了 我大舅跟老吴正值班 就听有人唱歌 歌声优美 可这俩人听到歌声之后 都不敢说话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烟就在手指夹着 抽都不敢抽一口 他俩都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是谁 他俩也都做了那个梦 一直等烟烧到手指了 才连忙把烟头甩掉 但这俩人依旧不敢说话 就在值班室窝着 听着外面的歌声 本来这个时间点 要出去巡逻 可老吴不巡逻成习惯了 我大舅本来神鬼不济 因为噩梦的原因 也不敢去了 现在女人不光在梦里唱歌 还在现实中开始唱歌 别说巡逻了 她连值班时的门都不敢出 好在俩人等了好一会儿 光听见歌声 也没见发生什么别的事 就以为没事了 可接下来 俩人就听烹的一声巨响 所有的灯都灭掉了 第一管整个陷入到了一片漆黑之中 这可把俩人吓得不轻 怎么莫名其妙灯灭了呢 第一管陷入老化 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以前也发生过停电的事 一般来讲都是保险丝烧了 接保险丝是小事 最主要的这电箱所在的地方在地下一层 当初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要在这里 之前我大舅也处理过类似的事 有白天有黑夜 说真的 他人傻胆大 也不怕这些事 但那天晚上 女人可是在唱歌 她怎么都不愿意去 可不愿意也不成 这电可不能停 照明是小事 冷藏柜断电的话 第二天等着尸体发臭吧 那可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大舅那是天人交战啊 他估计老吴也是 最后俩人惆怅了一番 还是我大舅掀开的口 喊老吴跟着他去接点 老吴那是一百万个不情愿 你想巡逻他都不愿意去 更何况在这种夜晚 还有个女人不停地唱歌 鬼才愿意去呢 可不去不行啊 俩人只能硬着头皮出门 不过出门之前 老吴让我大舅等一等 他打着手电 从值班式的床底下 拉出来一个烂书包 那个书包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放在哪里的 上面落满了灰尘 书包拉出来之后 老吴掏出两个东西 一个黑油油的棍子 一个一尺左右的木头牌子 我大舅问他这是什么 老吴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这是他的保命神器 在古湾市场逃来的 说着话 他把黑棍子给我大舅 自己揣上我牌子 两个人打着手电出了门 出门的时候 我大舅问他 你这些东西有用吗 老吴也没底 告诉大舅说 以前也没遇到什么事 所以这是第一次用 不过这俩东西都能避邪 棍子是陶木的 牌子是雷击木 他这么说 我大舅其实也没什么信心 但多多少少有点安慰 就算是壮胆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俩人是怎么有勇气 在这种环境中去地下一层的 要我打死我都不去 不过赵大舅的话说 他也忐忑得很 特别是下楼梯的时候 以前他也没觉得这楼梯这么长 而且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楼梯的声音还这么响 最主要的 那楼梯怎么这么黑呢 就算有手电罩着 也觉得黑得不行 就像染了一层墨一样 浓稠得很 我大舅带着老吴 一步一步好不容易下了楼梯 找到了楼梯下面的电箱 在上面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 可是到了下面 觉得女人的那歌声还带混响的 三百六十度立体声无死角 听着那动静 感觉女人就站在走廊里 可俩人拿着手电罩了几回 都空空荡荡的 哪有什么人 我大舅腿不停哆嗦 老吴也好不到哪里去 紧张得直咽唾沫 手里拿着那个什么雷击木 不停地比比哗哗 打开电箱 保险丝果然烧断了 大舅掰下电闸 用螺丝刀拆掉烧断保险丝 重新换上新的 就可以恢复了 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手抖得厉害 那个坏掉的保险丝 怎么都拆不掉 在拆保险丝的过程中 老吴一个劲催促 大舅被他催得烦躁 回头告诉他别闹 可就这么一回头 把他吓得在那里不敢动了 老吴看到 大舅不敢动 回头看了一眼 也不敢动了 俩人都看到了一个白色人影 从他俩身后一闪而过 而就在这么一瞬间 之前的歌声一下就没了 这一下把俩人吓得腿都软了 大舅手里的螺丝刀咚的一声掉在电箱里 这个动静把老吴吓得手里雷击木都掉了 俩人拿着手电照了好久 发现那个白色人影没有再出现 他俩才重新换保险丝 这回老吴也不敢催了 大舅一个劲的深呼吸 这才好不容易把新保险丝换上 推上电闸的一瞬间 走廊里亮起了灯 俩人这才放下心来 可就在两个人走到楼梯拐角 准备上楼的时候 冷藏室大门忽然砰的一声巨响 就像里面有人狠狠踹了一脚一样 就这一下 把俩人吓得差点尿出来 别的地方被踹都说得过去 只有冷藏室 因为这里面只有一种东西 就是尸体 如果说里面有人踹门 除了尸体不可能是别的 俩人听到这个动静 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很默契地撒腿往楼梯口跑去 可还没到楼梯口 手电晃动之下 就见那里站着一个白森森的人 俩人差点没风了 嗷嗷叫着停了下来 手电在我大舅手里 他晃了晃在照 发现那里根本没人 不过俩人不敢再大步跑 而是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 出了地下室 外面路灯重新亮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新的世界 这让俩人有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 回到值班室之后 俩人把门关得死死的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出来 一直待到了天亮 两个人换完班就回家了 不过晚上再来的时候 才知道冷藏室出了事 原本关着的冷柜门泉打开了 里面的尸体倒是在 唯独那个女尸不见了 你猜尸体在哪里找到的 在楼梯下面电箱那躺着呢 冷藏室大门是那种推拉的大铁门 非常沉重 一个成年男性想拉开 都要废挺大进 更何况外面拿着大铁锁锁着 还是上下两道 别说是女尸 就算是只大狗熊都出不来 但女尸就是出来了 主任问大舅和老吴怎么回事 他俩哪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把昨天晚上停电的事说了 别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主任不太相信 调取监控让俩人看 当然监控里面的画面 一开始是好好的 但唯独到了停电的那一段 出现了诡异的画面 我大舅和老吴从传达室出来之后 后面一直跟着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白森森的 看着像个女人 但没穿衣服 奇怪的是 女人脑袋一直往后仰着 那角度非常大 后脑勺几乎都要贴到后背上了 就这样 那个女人一直仰着脑袋 从值班室跟到地下室门口 然后跟着两人下了楼梯 楼梯那一段没有监控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从楼梯出来之后 画面上显示 女人依然跟在两人身后 前后距离不过两厘远 就在我大舅跟老吴 在电箱前换保险司的时候 那个女人一直一动不动地 站在两个人身后 距离就更近了 前后不过一臂的距离 可以说就在两人身后 直勾勾地盯着两个人后脑勺看 中间两个人发现身后有人 监控也全都拍了下来 不过当时的画面很诡异 那白色的女人搜的一下不见了 速度之快还带着残影 女人不见之后 直接到了楼梯上面 就站在楼梯口那里 不过通过监控看出来 女人并不是正面对着楼梯的 而是背面 看到监控的这个画面 俩人全都都不淡定了 特别是女人 站在楼梯口的画面 这一下 俩人终于明白 女人为啥背对着站立了 因为女人的脑袋在后面 正面看不到前方的情形 想明白这个道理 大舅特意让主任从前往后 再看了一遍视频 这才发现 从头到尾 女人都被对着跟踪他们的 看到了这 老巫和我大舅一脑门的汗水 说什么都不愿意上晚班 死活都要请假 最后还是主任翻脸 说你们不上班行 直接离职吧 这俩人拿舍得离职 只能跟主任提条件 最后主任 让司机班的两位运势员 一起留下来陪着 又买了酒肉 这才达成了和谐局面 四个人值班 总比两个人值班好 上半夜倒是还可以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光没人唱歌 那个女人也没有出现 不过到了十二点 诡异的情况再次出现 一开始先是出现歌声 过离会 地下室传了一阵阵砸门的声音 那动静非常大 就像有人泄愤 故意砸门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四个人都置若罔闻 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依旧一边喝酒 一边吹牛 过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是喝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一个新来的运势员情绪激昂 骂骂咧咧说道 一个死娘们儿 把你们吓成这样 我就不怕 让我去会会她 说着话 这个运势员一脚踢开值班式大门 抓起外面的铁仙 就要去冷藏室会会女尸 大舅哪敢让运势员去冒这个险 赶紧去拉她 也不知道运势员是魔障了 还是怎么回事 大舅那么大力气的人 却怎么都拉不住她 连忙喊老吴和另外一个运势员出来 三个人加一起 也没拽动她 只能看着她摇摇晃晃 提着铁仙进地下室去了 三个人想跟着下去 可都没那么勇气 连忙去看监控 监控里面那个哥们 到了地下室门口 摇摇晃晃下了楼梯 可是下了楼梯之后就没了动静 一直都没有从下面的楼梯口出来 三人看了好一会儿 心想这人不会在楼梯上睡着了吧 担心出意外 打着手电去找 结果找来找去 楼梯上根本没有人 这个人既没有在楼梯上 又没有出楼梯 人到底去了哪里 这可把三个人拦住了 三个人猜测 这哥们肯定出了问题 但究竟是什么问题 没人知道 到了这里 三个人开始着急 现在怎么办 老吴和我大舅都没了主意 还是那个新来的运势员 激进一些 赶紧报警吧 报警的时候也很尴尬 那边接线员听到殡仪馆报警 有点不可置信 最后问报警理由 三个人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还是那个运势员来了一句 出人命了 接线员一听是命案 不敢耽搁 赶紧帮着处理 两个警察来之后 问怎么回事 三个人把事情前因后果说了 警察差点没疯了 告诉三人 随便报警可是要担责任的 而且看三个人都喝了酒 态度上更有些不乐意 甚至还怀疑 你们那个同事是不是喝多了 在什么地方睡着了 三个人也愁得不得了 肯定不是睡着 要是有别的办法 我们也不会报警啊 虽然我们喝了酒 但我们都没有喝多 事情绝对是真的 监控在那里摆着呢 警察非常的无奈 我们可以帮着你们调查 不过你们现在赶紧通知你们领导 三个人也不敢耽搁 把事情通知了主任后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又跟警察说了一遍 警察听呢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带着一脸的疑问 意思是 你们监控不会是坏了吧的既是感 人命关天 老无嘴笨 我大就毕竟做过生意 嘴巴灵活一些 把女士来到之后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说还好 说完警察脸都绿了 不过来都来了 先办事再说 两个警察在三个人碧馆人员的陪同下 打着手电进入到了楼梯 下了楼梯后 一直走到底 确实没有发现那个运势员 进了地下一层 五个人都觉得不对劲 里面说不出的阴冷 五个人身上一直在打哆嗦 其实之前警察也跟他们打过交道 但这种地方还真是第一次来 还是用这种方式 地下室就是两条走廊 把空间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储藏室 一个部分就是冷藏室 五个人先去看了楼梯下面的电箱 那里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然后跟着去看了储藏室 里面堆放着很多不用的桌椅 标牌假话什么的 这个地方也没有人 没找到人 警察也犯嘀咕 来了一句 人还能在储藏室里 这句话不说还好 说完之后 就听储藏室传了一阵黑 黑 黑的用力声 不是那种笑声 就是用力的声音 感觉有个人在里面做体力活 那个铁门虽然厚 但声音传出来还是挺清晰的 五个人都听到了 特别是另外一个运势员 眼睛瞪的老大 看看警察 又看看我大舅和老吴 然后看看锁着的大铁门 声音颤抖地说道 人怎么在里面 之前说过 那个铁门是推拉的 特别重 还有上下两道锁 如果说里面有人的话 首先得开锁 然后拉开铁门 现在铁门紧闭不说 锁也锁得结结实实 运势员不可能有钥匙 钥匙一共三把 保安室一把 火花员一把 还有一把在主任办公室 主任和火花员下班了 只有保安室友 难道那个运势员 把钥匙带下来了 就算带下来 是怎么进去之后 再从外面锁上的呢 警察了解了情况之后 问道 要是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我大舅也拿不准 只能结结巴巴说道 要是还在保安室呢 警察还不敢大声说话 但还挺着急 语气严肃地说道 还不快去拿 我大舅熬里声 让另外一个运势员陪着警察 他和老吴小跑上了楼梯 到了保安室 拿了钥匙回来 却发现里面用力声没了 没了声音还开不开锁 开呀 快开 万一人在里面呢 警察催促他 我大舅赶紧开了锁 他跟老吴用力拉开铁门 除了尸体入库 晚上开门的情况极少 拉开铁门之后 撩开补帘子 冷藏室里面冷得吓人 冷柜的门 跟白天锁门之前一样 都关得好好的 停时台上放着新来的两具尸体 上面盖着白布 也没有什么变化 看到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五个人相互看了看 心里都有一个疑问 刚才那个用力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就在五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个用力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嘿 嘿 嘿 听到这个动静 五个人都傻了 动静竟然是从冷藏柜里面传出来的 这事可是太吓人了 看了看其他四个人 我大就无奈 都没有愿意开柜的 我自己来吧 他走到发出声音的柜子前 腿都软了 可是拉开之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空空如也 看到柜子是空的 另外四个人也奇怪 怎么回事 难道听错了 这时候仔细去听 才发现是旁边的柜子 我大就看了一眼 那绝对是一百万个不情愿 这个柜子不是别人的 就是装那具女尸的 拉刚才柜子的时候 他还专门看了一眼 庆幸不是这具女尸 现在倒好 还是逃不过轮回 可现在事就在眼前 不干不行了 后来他告诉我 他是咬着牙拉开的柜门 柜门拉开的一瞬间 他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可实际拉开之后 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只是诡异的事 那个要找女尸算账的运尸员 就趴在柜子里 下面压着那个女尸 还在使劲 事情最后的发展 就是五个人费了很大劲 才把那个运尸员拉了出来 可是拉出来之后 那哥们说什么 逗逗不走 还一个劲地往冰柜里钻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身上冻得跟冰块一样 几根手指都冻子了 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 切了好几根 当他清醒过来 问他到底发生来了什么事 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过据他说 他恍恍惚惚做了一个梦 原本是找人打架去的 可到了下面 遇见了年轻时候暗恋的对象 一个劲地勾引他 他也没犹豫 管那些呢 直接就跟着人上了床 事情发生后 运尸员的家伙事坏死 也给切除了 家属闹得不可开交 赔了十几万才拉倒 经历了这件事情 还有警察见证 最后女士不敢再放 天一亮 就拉到火花炉给烧了 不过烧的时候 里面不停地发出 女人凄惨的叫声 一边叫一边求饶 把火花工老孙给吓得不轻 据他说 女士被烧的时候 在里面折腾了很长时间 还用脚踹门来着 他一直用铁锹顶着 身怕女士冲出来 后来女士见出不来 在里面不停地咒骂 真是什么恶毒的话都骂了出来 把老孙气得骨灰都给扬了 老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连着做了好几天噩梦 都是女士在火花炉里骂他的场面